小伙连续五年往大海里扔石头 捞一次净赚5000多万元 直接在深海打造一个取之不尽的海底银行 成为身家上亿的大老板 他是怎么做到的 李柏林大学毕业之后 在河北秦皇岛跟朋友投资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短短两年时间内 他就净赚了2000多万元 但谁也想不到 在李柏林25岁的时候 他家里的资产就已经过亿 这时李柏林却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从此背上了傻大款的名声 那就是将这过亿资产跟2000多万 全部买成石头投入海底 而这都是因为他的父亲李志刚的一次经历 2005年7月的一天 李志刚闲着没事 租下了一艘船出海钓鱼 这一钓就钓上了一个商机 第一天钓鱼 他就钓上了很多鱼 这让李志刚很高兴 第二天他又找到了船长 准备再一次租船钓鱼 可这一次却被船长拒绝了 甚至说给再多的钱也不让钓 海里有什么东西 让船长再三拒绝呢 原来海里有他们投下的礁石 又能养海参 又能钓鱼 而且还不用喂养 海鲜品种还不少 李志刚回到家后 对李柏林提起了这件事 引起了李柏林的兴趣 因为在当时 海参的保健功能 已经受到了消费者认可 市场上的蛋干海参 一斤能卖到2000到6000元左右 而李柏林听说国内山东和辽宁有养海参的 没想到秦皇岛这片海域也能养海参 但巧合的是 当时秦皇岛是府宁县 有一万多亩海域 正在公开招租海域的使用权 这在河北省还是第一次 李柏林觉得这是个机遇 2006年2月 他以800万的价格 开卸了这块万亩海域 使用期限是30年 这片海域距离岸边九海里 是当地最远的近海养殖区域 平均水深15米 在这里养海参 需要往海里投石头 很多养殖户都觉得这太冒险了 而李柏林要养的海参 叫做刺参 是国内最为畅销的一个品种 它通过底部的吸盘 可以辅在其他东西上 而要留住更多的海参 就要给它营造出一个 可以吃饭休息的环境 而在海底 最好的附着物就是石头 石头堆在一起 产生的缝隙 就是海参的栖息地 石头堆的越高 空间越大 这意味着海参的产量越高 但是在深海投石头养海参 在当地还没有人干过 很多养殖户都是在岸边 而且规模也非常小 所以他们投石头的方法 对李柏林来说根本不适用 小伙连续五年往大海里扔石头 捞一次净赚5000多万元 直接在深海打造一个 取之不尽的海底银行 成为身家上亿的大老板 他是怎么做到的 李柏林找到造船公司 请工程师给他设计了大船的船体 花费400多万元 打造了两艘特别的船 用来往大海里投石 而这艘船最关键的是释放器 李柏林将它们设计成汽车刹车的样式 船长只需要用脚一踩 船底的舱门就会打开 石头就会迅速落下去 在海底形成石堆 用卫星定位系统将船开到指定地点 就可以将石头投放下去 这样就可以让每堆石头形成一条直线 按照2006年的市场行情 在大海里投放一吨石头 成本60元 而李柏林投放石头的预算在1亿元左右 而且只要5年后 等海参上市 一年就能收回投石头的成本 但他的这个梦想 却在101次投苗时破灭了 2008年4月 已经投了50多万吨石头 这时李柏林觉得 已经可以投放海参苗了 他从福建进了1万斤海参苗 请了十几个潜水员 但潜水员按照记录的投石点 下水放苗 却找不到石头堆 一听这话 李柏林立马检查了 卫星定位的仪器 却发现没有故障 难道是养殖户的话应验了吗 投进去的石头 真的让海底洋流冲走了吗 李柏林仔细观察投石过程发现 因为海底洋流和海上锋利作用 使本该在一条直线上的石堆 时常偏离轨道 有时误差 甚至是四五十米 这就给潜水员水下作业 带来了很多不便 为了给能方便潜水员海下作业 也为了能让海参水下觅食方便 减少海参被海底洋流冲走的数量 李柏林决定 把原来的石堆连起来 在水下形成一道石墙 但这个投资比原来更要巨大 因为投下石头的位置 肯定会有偏差 而且当时 汽柴油价格也大幅上涨 投一吨石头的成本 从六十元上涨到了一百元 投一天石头 就要花上十几万元 投石的同时 还要往里面投放海参苗 小伙连续五年 往大海里扔石头 捞一次净赚五千多万元 直接在深海打造一个取之不尽的海底银行 成为身家上亿的大老板 他是怎么做到的 2010年 李柏林为了向海里扔石头 已经花光了家里的过亿资产 但如果这时停止投交 就意味着他永远也做不成规模 而且投进去的钱也回升缓慢 但继续投又没有资金 五年的投资也没见一分回投钱 让家里人也动摇了 他的奶奶不知道从哪知道了这件事 拿出了自己积攒多年的七万元存折 他能差你那点钱吗 哎呀一分钱别到英雄话 这两钱这个都能很理解 可这七万元只够李柏林投三船石头 他没有接受奶奶的钱 这时李柏林想到了手里的海域使用权 但当时河北省还没有用海域使用权 做抵押贷款的先例 可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方法 李柏林跑政府跑银行 但是一分钱也没有贷出来 2010年10月 李柏林想了一个迫不得已的办法 那就是下海捞生 最早一批投放的海参苗 已经有三年半的时间了 究竟它们长得怎么样 李柏林心里也没底 为了看看海里的石头 跟海参到底怎么样 李柏林让潜水员带着水下摄像机下水 而这些被李柏林扔到海底的石头 已经形成了一个高三米左右的石墙 沉在海底四年了 没想到这次的收获 让李柏林喜出望外 同时它的海参苗种在育苗市里 但海参的生长阶段都是在海里 所以跟天然野生海参没什么区别 而且海底洋流的存在 让李柏林养殖的海参比其他的海参更加健壮 出生率也很高 而投食的地方除了海参 其他海产品也很多 海螺 螃蟹 海参 鱼 都有 就拿鱼杆就给这钓鱼 一钩这得上多个 礁石在水下 给海洋生物提供了一个避风港 对于恢复海洋生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海参被捕捞上来后 当天就在岸边的加工厂加工 直接供应给专卖店 李柏林为了满足不同的消费人群 他加工了两三种海参进行销售 李柏林当年捞上来的五万斤海参 只用了两个月就卖光了 销售额九百万元 李柏林觉得 这就像是从自己家银行里取钱一样 他想把这些钱继续变成石头 存入大海 李柏林对记者表示 如果他现在就停止投食 也能每年捕捞三十万斤 到五十万斤海参左右 但如果继续投下去 那每年就可能捞出一百多万斤海参 而李柏林的梦想 就是他的石头堆有多大 海参堆就多大 李柏林的经历 对你有什么启发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